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,未曾谋面就要汇8000美金给对方,这是什么魔力? 47岁张姓妇人疑似掉进诈骗集团网络交友陷阱,诈团盗用网络照片, 伪装成联合国派驻阿富汗美国医生Charles Jones·查尔斯·琼斯。 在网络上不断以甜言蜜语,温柔公事取得富人信任后,然后开口框称因工作需要必须去英国伦敦参加一个重要医疗会议, 但临时缺钱买机票,拜托张夫汇款8000美金过去帮忙,保七元警戚行员苦口婆心,才劝下这币汇款。 在网络上编故事骗人,查尔斯·琼斯说因为战火,已在阿富汗9年,到处协助医治伤患, 富人帮忙汇款帮助他,也等于帮助许多伤患,等他处理完这边的事务后, 就会把钱还给富人,来台与他共度一生,还出示往来阿富汗首都Kerbul-Kabur的护照证件以取信富人。 富人不疑有他,今年4月27日上午一致时至台银峰原分行在汇款时, 心中还有几分不安,不断低头滑手机,引起航员及保七元警注意, 上前关心了解,富人一开始说他只要汇款到印尼给一个朋友协助买机票, 不想多说,但保七元警及航员不断地关心询问, 而且一张机票要价8000美金实在不合理, 富人才说是要会给在联合国派驻在阿富汗工作的美国医生。 保七元警说与医师认识吗? 认识,见过面吗? 不曾见过。 而医师人在阿富汗要买飞去英国的机票, 却要买汇款到印尼的账户, 这不是很不合理。 在保七元警与航员不断地解释, 拿出许多案例说明, 富人才体认到这应该是网络爱情诈骗, 放弃汇款。 感谢观看。